字幕志愿者 李沛 大家好 今天来了好多同学 好像未来都是我们的同行 听说现场有学播音主持的在哪儿 有压力吗 没有 没有 那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 别忘了登陆我们节目的官方网站 就是LASO 乐风网 那节目片尾的时候 我们的嘉宾会提出一个问题 答对的观众会得到我们的新家大礼拜 今天我们来的这位大来宾是谁 我们先来看一下人物介绍 汤灿一个从屠州 历经13年 走向世界级音乐殿堂的香妹子 1998年 他出登中央电视台 春季联欢晚会的舞台 2004年 他与歌神张学友 共同图演音乐剧 许蓝红 任心自作 2008年 他放歌奥运之间 雅界 2011年 他称为北京军区战友们工团 特招 入府的新兵 他将其一首 祝福祖国 唱歌 大江南队 歌声纯真 新亮 别去认为 最后幸福万能长 红红的日子 呼唤人数据将继推出 以多变的造型和区分 引领着中国民歌的情善荡潮 13年间 他不断创新 华丽蜕变 本期特别嘉宾 中国新民歌 女艺人 汤灿 掌声有请汤灿 谢谢汤灿 来来来 欢迎 欢迎 我跟你讲 汤灿你好 在今刚才把你请出来的时候 怎么看上一个高屋 他真的很容易说一下 为什么 但是汤灿走出来的时候 男生的尖叫声 真的是正儿游戏 再来给你两个声音 汤灿好 321 多的面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个电视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地做课 你并和戴金主持的 场景总统 这次我一直都很喜欢 他也一直想上了一个栏目 他今天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哇 谢谢 但是汤灿 我觉得我刚才在后台见到他第一眼 我就很惊艳 我觉得他真的很尊重我们的节目 造型很靓丽 来一个转身好不好 哇 这是一直的造型感 其实我认识汤灿是最早 所以我觉得吧 汤灿一直 呈现给大家的 绝对是种想象 你别看他在MV里 最多动作就是这样 来 恢复音乐 1 2 3 或者是这样的 你真是展现了大师的一面 第二面 幸福万年强 是如微的眼神 1 2 3 其实你在逛街的时候 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它是一个特别时尚的 真的 就是特别想大家了解 汤灿能力里面 因为超级房子是不一样的房子 所以我们不想走去这样的 我们想把它 就是你看完今天的房子之后 你就会说 噢 汤灿不是那样 一个很鲜活的一个 鲜活的 鲜活的 那一件是其中的一部 很小的 听说最近拍戏了 是哪部戏啊 那今年5月10号 是第一次 摊演了迭上天 铁血壮士 导演是王晓霓 男主角是刘云龙 你是演好人坏人 我是演好人 我觉得你应该演女作物 那我就是演女性蝶 但是是好的 咱们这种蝶战片 就这样比较剧透 好不好 留点悬念 到自己在看的时候 好了 接着一张高庆 就像汤灿所说 一直想做个超级讨论 但是真的也怪我们 我们好像做民歌 做的比较少 对 剧中的演员做的比较多 那就是你有听见吗 哈 又是你啦 我可爱唱民歌的 来唱一个 阿莲 阿莲 阿莲说的民歌 你点 在今是中法卡洛提西夫 但是汤灿的微音 你不会唱 我跟你说 你要有汤灿的份唱 那就幸福万点唱 哎呀 水啊水当呀 眼神 我难为 好了 今天唱歌来到你 非常高兴 走我们的不言国劇 超级访问 谢谢 新名歌听后 汤灿跟客本期 超级访问 作为特招入伍的新兵 是怎样的缝碎生活 让汤灿难以续定 又遭到团长拘聘 没有水 我还没洗脸呢 我啥也没干 我怎么去吃饭 我吃不下 我没有想过是这样的一种环境 好友 场外爆料 汤灿多面性格 究竟怎样的惊人举动 让主持人难以相信 这样不是超级访的现场 肯定说是胡说 董璇说有一件事 他说我觉得不可思议 突然之间有种穿越的感觉 看似传统的名歌手 竟然是KTV麦霸 不唱名歌 唱的都是红组歌曲 唱的就是曲是 为何到医院看之前 汤灿还要精心打扮 他一般就是从隐隐的疼 到很疼 有十分钟 我想我一样赶紧洗得到 这件事情都会 眉眉眉就是 画好眼睛一点点 医生要看你忘了问贴 这气色这么好回家去吧 外表实现晾皮子汤灿 生活中继续厨艺高手 一直说做饭做饭 到底他会不会做呢 不会是做馒头吧 做馒头是去年的了 我现在就是 已经升级版了 更有汤灿私房菜 独家视频呈现 我完成了 冰瓜 小猪子干干 汤灿节目现场 独家曝光 得偶标准 无论他是任何任何职业 我觉得我只希望他 在他那个职业中 他能做得很好 他有上了一项 他让我不唱歌了 那我跟其他的女人 没有区别 他说你在家吃 对我自己唱 去你的 什么样的特殊歌迷道场 让汤灿难艳羞涩 我们导演说 你和汤灿有一段淵远 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淵远还是淵远 淵远 淵远 我第一次见他 根本没看出来 他就是汤灿 想要了解真实的汤灿 敬请关注本期 超级访问 欢迎汤灿 对对对 私下里我和李婷聊一个话题 就觉得汤灿特别像外国人 对有点俄罗斯血统 有吗 几分之几 八分之一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爱吃面包 风肠什么的 不是 那个我姐说我是特别喜欢吃一些很家常的东西 不可以吃西餐 对 那两个姐姐从小有排几年 妹妹她们漂亮 两个姐姐 我们跟她不一样 没有我大姐姐小时候一直都对我很好 我小时候生出来就很重 但是她一直抱着我 后来我长得比她高了 她还抱着我 正在身边体重吗 小记录的关键你就是大姐好吃的 我不是体重 那我跟你说 这次做节目我们才了解到汤灿刚刚加入部队 对 我们一直以为你是很多年的军旅歌手 真的 因为可能大家是觉得我一直都会唱一些很主流题材的一些作品 对 红歌 对啊 可能大家觉得我一直形象很正 所以觉得我是部队歌手 那为什么现在才加入那个叫战友是吧 战友 北京京区战友 对对对 为什么 其实当时我96年大学毕业 第一个考的就是北京京区战友文工团 当时的话是合唱队 因为当时团队跟我说 你唱的还不错 歌子也还挺高的 如果你到我们团来只能到合唱队 因为我当时大学毕业生什么致命度都没有 但当时的话也是我收到了文浩部直属院团中央歌舞团的一个函 但我觉得军安歌舞团是独唱 战友文工团是合唱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只有我自己在唱 我觉得这样的是一个锻炼 合唱队 那我觉得什么时候才能不能到我独唱啊 所以当时就去了是军安歌舞团 但是有时候事情会很凑巧 这么多年了又到了战友 这次是谁发出的邀请 呃 三年以前 刘斌团长他就跟我说过 说你到我们团来吧 我就觉得 我来 可以啊 刘斌团长他就找了一下金老师 他就跟金老师说 我还是很想叫唐斌到我们团 2008年唐斌离开了歌舞团 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 而出生在军人家庭的他 从小却有着难以割舍的部队情节 经过多年的舞台变变 汤灿已成为中国民歌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界 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很了解汤灿的演唱水平 想吸收这样的特殊人才进入部队 经过多发言沟通 2011年9月 汤灿正式被特招入伍 成为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一员 而刘斌团长又会怎样评价这位新兵呢 如果说今天汤灿和昨天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 首先就是他的职业也就是军人化 他的专业是艺术化 那么这个大环境 我觉得对汤灿来讲 他需要一个时间的认识 比如说他刚来以后 首先第一个面临的机会 到部队去铁城 有的时候吃饭 早上起来 饭他就不吃了 是吧 有的时候中午 早上不吃 你中午吃吧 中午也饿着 自己吃两块饼干 他不是有情绪而不吃饭 是吧 他只是有一种 比如说起太早 不适应 比如说有人说给他打回去吧 我说不要打 饿着 是吧 你总的饿到最后 你总的来吃吧 他是热爱这个团 热爱军阵 只是有些人需要洗嘛 那么作为我们的主要演员 社会活动的比较多 你比如说我们团里边 临时决定28号演出 那么作为团队来讲 他不去 对团队的演出 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立马就把所有的工作 全部推掉 来参加团队这样 我作为团长 我对他的整个工作 我也表示鼓励和感谢 先是有一个小经典 后来就是一个大鼓励 第一次穿军装 还记得情形吗 第一次下部队吗 就是确实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当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 打开门 两张床 上下破 上 床上啥也没有 好不容易让桌子一打开抽屉 抽屉是空的 连底下的一个板都没有 我跟我们的伙伴 这怎么办呢 就是我没有想过是这样的一种环境 刚才团长说的就是头一天去吃早餐 因为没有水我还没洗脸呢 我啥也没干 我怎么去吃饭我吃不下 那之后我就没去 到了中午 中午我觉得刚找到水 我想洗头洗澡啊 但是已经是吃饭了点 我赶不上了 我也就没去 结果他们就说 我这个就不太跟大家就是不合情 但是其实那个不是我自己主观的愿意这样 但其实通过那几天下部的演出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能把自己个性上一些磨平一些 那现在适应了吗 现在很适应 跟官兵在一起 这么近距离演唱 有没有那种比较感人的场面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就是你穿着军装 在为我们北京军区所属的这些官兵战士演出 首先就是这些战士他的服兵力 他们真的是很艰苦 那次我跟陈迪我们俩 就是每一天我们在下部队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去唯一的一个有一点距离的一个超市 我们坐车去 去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士兵都是在就是在跑步 在训练 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大概有一百多号人被靠被的在靠在那个一半 在那睡觉 我想他们三年那样的时间全部都是要那样的去度过 但是呢 虽然我们是处于一个合体年代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肩上是扛护着宝贝祖国的一个重任的 那所以我就想我能够去为他们演唱 其实我觉得是一份光荣 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 我觉得我很有价值 对 这是他的意念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汤灿的性格大结底 好 要看他的多面了好不好 到底汤灿的性格是什么样子呢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好欢迎回来 这里是灰火之超级访问的 也希望呢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 登陆我们的乐风网 或者访问的专区参与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汤灿的性格大结底 好 要看他的多面了好不好 到底汤灿的性格是什么样子呢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啊 汤灿的个性吧 用几个词来形容 爱政分明 评侠仗义 有火辣的个性 汤灿是一个特别关爱别人 她是一个非常美丽快乐的雏鸟 我觉得汤灿她是一个非常苛求完美的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上了咸的样子 你和人说的都不一样 你还能回忆一下吗 除娘 尚爱闲的人 脱求完美 不爱别人的人 听起来像一家庭主婦啊 对 这样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人生的AB面 这就是超级访的每一次让我采访完 觉得不一样 其实在过去几年中我基本总结了一些特点 长得越像女的的性格越像男的 对 外表说话越甜美的性格越刚净 对吗 然后呢看上去特别温柔的干出的事都特别不靠谱 看上去特别有距离的其实是个雏鸟 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解剖一下这个康炭的性格 来 说康炭不好接近 看上去特别有距离感 大家认为 你也有这样的感觉挺举手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 我们来采访一下 那位男生 对 来 就是感觉嘛 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就是感觉给人一种一种 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而已 现在这么近距离看到 就是还是有点距离感 如果只有女朋友这样的不好接触 对 对 还有就是说这个 您的那个就是表情呢非常的庄重 一点的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那种特别自然的感觉 没有CP笑脸的感觉是吧 就像戴军这样 来 自然一个 来 太专重了 不够CP笑脸 所以说的好像说 来来来给本人家乐一点 就是 康炭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没有 但是别人觉得 有些人会觉得有 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 我觉得其实是应当经常微笑 那你一般都把就是什么样的笑容 比如说我们是陌生人 你好 我的距离好远 你把我推出去了 亲爱的 你知道什么问题 笑容太特体了 你要选我 今天 你来辅导一下 男的 你刚才辅导的很好 我就感觉连腰都在笑 来 我们来听个人群的地面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真实是性格 其实是性格好爽 我们现在听朋友反应好不好 对 要不然这个 爆料完了以后你可以自己跟随 怎么样 原来在电视里看到他 和就是见到他本人是完全是两个人 因为电视里见到他就是 就是那种传统一语的名歌歌手 反正距离感 觉得这人很 很难相处的感觉 然后第一次见他是也是一个朋友的聚会吧 然后卡了OK他就抢着唱歌 我说这平时唱那么多还唱不够啊 怎么到这儿还跟我们抢麦啊 什么情况 然后他就那种 谁唱歌他都跟着唱 然后唱和音啊什么的 他必须要唱 别人唱他也跟着唱 不管什么歌 他都得来两句那种 我觉得 就一下拉近了我朋友之间的那个距离吧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大家在一块吃饭 然后他来了他就跟我讲 他说不行大姐你要锻炼 我说我这腿不行 不用腿 我告诉你怎么练这个腰腹 我从那个怎么怎么弄他就开始 直接就把桌子上东西弄开 我告诉你怎么锻炼 说那年雪狼湖在那个北展开新闻发布会那天 在现场 当时我手里拿着东西 就那天他就走过来 然后走向我 结果我万能没想到的是他蹲下来 给我挤鞋带 因为我鞋带松了 我自己都没发现 但我当时就完全震惊的状态是因为 就当时在现场 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有媒体有记作 有雪友大哥 然后还有舞蹈演员 然后还有任何干人等 就在那么样一个母姑之下 汤姐动来给我系鞋带 我完全傻子 谢谢他 开AAA大 我自己刚反映的 是当时在开雪狼湖的发娃 看幕式是吧 发布会 雪狼湖怎么会有开幕式 在记得招待会的时候 雪友大哥导演什么的都在 媒体也都在 那我听完这件事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有些微的完美的强迫症 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像我身边的助理 其实他们就像我自己家的人一样 他们也对我很好 那天他手上 帅手上也拿了很多东西 他的鞋带松了 如果是他自己踩着 自己鞋带他会摔跤的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再者其实平时 有时候我如果穿演出服 我自己不方便 拉腰的时候 都是他们帮我系鞋带 其实我就觉得我在舞台上 或者是我在舞台做准备的时候 他们可以来帮助我 其实在生活中 我很愿意去照顾他们 但是在公众场合 媒体都在那里 会不会怕怕怕 媒体拍下来说 啊 常常做修啊 或什么的 那是我身边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只要自己心里很踏实 我就不会再离别人怎么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面做饭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对 蒸馒头 那个董璇说有一件事 他说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就记得印象有一次特别深 就是我们去卡拉OK 就大家唱得正特开心的时候 突然这个人就没了 说哎 汤汤呢 所有人就在找他 后来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们家里锅里蒸了那个馒头 说那个到时间了 他要回家收馒头 然后真的从家里 把那个熟的馒头端到卡拉OK 然后他那个馒头特别奇怪 就是有不是那种 我们吃那种白色的馒头 有那个紫色的黄色的 就各种各样 然后有花的 就是 反正各种各样很奇怪的馒头 这样不是超级小的现象 挺不说的俗说 对啊 我真的馒头 大家穿得好真的馒头 我们要 懂学就觉得突然之间有种穿越的感觉 那天晚上本能打 我们是约好了 带大家一块去唱歌 那天的话呢是四点钟 那我想晚上七点钟 我们一块唱个七八点 四点钟我开始揉面 还是来得及的 好 那么揉完了就五点了 五点了之后的话 你们要发面 发面的话呢 那做好了之后 还要醒一块 对 你要醒半个小时 他一定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蓬松程度 再去把它蒸 蒸十五分钟上气 那天蒸了 蒸了三锅 结果的话 雪儿和大维还有就是月儿 他们催的不行 说你赶紧来 你赶紧来 你必须来 还剩下就是说 还剩下一锅没有蒸的 那他们老催了 那我就去了 去了的话呢 我再来心神不宁 你说干嘛 我说还有一个馒头 我说天啊 我妈 我真的 我真的 我说如果是说 这个馒头不去蒸 它就醒的太过了 它就发狠了 就像 冲高 不是 就像那个如果有个小孩 在妈妈肚子里边 他过了这个预产 其实他不出来 他就会 他才老化 你俩回事 我是说 就是说 他觉得是很对 就那时候 就如果瞒得醒过了 他就没有 没有嚼头了 我说真的 真的 我说我一两天 我就把他蒸了 我说就二十分钟 结果换了 我就快就回家蒸满都知道 快就回家 我就把他蒸了 真的 而且我把他还带到现场 所以他们吃的热火朝天 他们说 还真是没骗我们 你这 那是什么路的 我说就吃点这一锅 我说 为了不让你久等 我说我就把那 放在那了 我说我就出来了 我说刚才我也回去了 把他蒸好了 带给你们吃了 他们一边吃着馒头 一边唱着万水千山的事情 知道为什么是这首吗 因为 孔大连和关岳说 汤才一高兴 就在卡拉OK里面 唱万水千山的事情 而且不唱民歌 唱的都都是东西歌曲 来 那你先走一次 来一小段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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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TV里面 通俗的 蛮多的比如说 带个人唱酒 比如说 带个人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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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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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即时日游 把酒问起天 不知天上 我 不知天上 光是 今夕是何物业 千里共缠绝 刚才我们一直以为说 她不是一个家居女人 现在的这一面呢 其实又是可能让很多人觉得不一样 A面觉得她不知小杰和B面呢 其实说她是一个非常苛求完美的人 你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吗 我其实这么多年 我已经变得放松很多了 就是把这个放松很多 但是呢我想就是在 我自己能做到的那一部分 我希望做得更好 就比如说要录音 不允许有一点的瑕疵对不对 我能听出来的肯定不可以 我如果是说我没有听出来呢 可以忽略 拍MV呢 每一个镜头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造型 比如说化妆的每一个 比如说 以前我会要求就是每一个镜头 我希望很漂亮 但是现在我更多的会考虑到 就是说一种情绪的一种连贯性 漂亮与否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表现出这首歌的一个 一个它的实质内容 成熟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比较好 我们来听听朋友怎么来看的 有一次她看我演的戏 《黎毛汉太子》 看完那个电视剧之后 给我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短信 就是说 婚后感 印象最深的就是 最后一条 她之前先评价我的表演 还有人物的造型 这些 然后最后她说 她有一段是在她最感动的时候 有一句台词 那个字幕错了一个字 她都记住了 然后那个是什么字 我跟她在一起工作 前天后我加起来 今天有十年了 我这十年不光 就不干别的 就给她看那电视剧这件事 就你每次你看完了 告诉她哪 有可以更好的地方的时候 她永远都能比你看到更多的东西 你在她那天 你永远觉得你看的是皮毛 永远是皮毛 有一次我们演出 特别晚了 我特别想把东西整理好了之后 放袋子里我们就走 然后让她好好休息休息 结果她发现 我为什么把她弄得那么胖 她才那个你把它拿出来 我重新整理 然后拿开 她就重新的把它 一件一件的归整得特别的瘦了 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 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不会整理东西的人 她每次一看到这种 我的东西乱放 她就会教我 她想想这个应该这样放 那个应该那样放 这样女孩子工整一些 学会归整才是 才能很好的去持家 有没有一点点 小副状 没有 还好 因为当时看雪儿的话 正好 中央一在波林默奔太子 因为是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就是说 你在不认识她 在认识她的时候 去看那个戏的话 你会情感不一样 我觉得她演这个 演成飞 我觉得演的真的是很好 那就是 那一段 作的那一段戏 这个字我确实戳了一个字 我觉得很不爽 刚刚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向你探讨一下 听有一位给我们爆料 说她去医院看病 有一次 哎呀病的事还不行了 我要去医院了 她一定要把自己画得很美 然后去医院 因为我觉得 还是无论是生病啊 还怎么样 都是要让自己 就是说 还是取角 稍微好看一点吧 就像那一次 2005年 我们是在上海 演出血狼狐 当时是新闻发布会 头一天 早上 我是圣洁石发作了 在家里就特别特别疼 如果得过圣洁石的 都知道那种疼 真的是那种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停止 那个 那个一分钟之内 你身上都可能就汗湿了 那天晚上 我们坐飞机到上海 第二天早上 我就觉得 我这个左边 会在隐隐的疼 我觉得肯定要出问题的 她一般就是 从隐隐的疼 到很疼 有十分钟 我想 我一定要赶紧洗个澡 我要让我自己香香的 因为待会儿小丽要过来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自己 就是身上 就是那个汗液气的 那样的一种感觉 我永远希望 我自己能够 很干净 很清爽 我觉得女人 就是应当 身上香香的 现在我就觉得 到时候你见医生了 你别弄得自己 那你这样不对 医生要看你 忘了问贴 这贴色这么好 回家去吧 不是 因为我平时的话 除了上午台 我是不会放粉底的 也不会画胭脂的 这件事情都会 慢慢没 就是画画眼睛 一点点口红 我太吵析了 怎么了 我就想 特别爱美的一个人 拍个X光片 拍完了以后 一般人家医生 拿着那个X光片 在这看 他还问医生 医生我上照吗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微博之超级访问的 也希望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 登陆我们的乐风网 我们超级访问的专区 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事业型的女强人 闭面 她是一个贤惠的居家女 对 说事业的女强人呢 有理由 因为有人跟我们说 你先自己做公司 对不对 工作室 工作室 你怎么看这里 重复 其实女人一定是因为事业而美丽 长得漂亮的女人太多了 年轻的女孩太多了 但是呢 我觉得事业是属于自己的 而且的话 她永远会让自己能够立一个 不败之地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除了年龄的增长 你事业做得越成功的话 你带给大家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种从容 一种智慧 一种包容 这种我觉得是 你一个女人的一个至高境界 如果有一天嫁得非常好 对方说 我不希望你在武当出现 你愿意吗 我觉得如果是说我嫁给她 她一定要特别喜欢我的事业 因为如果拍了我不唱歌了 那我跟其他的女人没有区别 那样体现不是我的价值 我是一定 我觉得 她说你在家去给我自己唱 去你的 听听汤汤的朋友们怎么评价 她到底是女常人呢 还是生活中的好主妇呢 来评价 每次我们在出去吃饭 几乎每次都她点餐 因为就是只要是跟她接触过的人 她每一个人爱吃什么菜 听得特别清楚 在点完菜上菜之后还不断玩 不管我做她旁边也好 还是做她一个多元的好 她每次吃鱼 都会把鱼骨头的刺剃掉之后 然后嫁给我 然后旁边也是 她帮我处理完了之后 然后让我直接站在这儿吃肉 虽然我比她大 但她要说起来 她是我的妹妹 但是永远是她关心我 到了什么节啊 到了什么 什么时间日子 哎呀 你陪我去教师机给你送去 或者她亲自过来 做了真的彩色馒头 真的蛋糕 然后还要做出 她就她喜欢下厨房 做很多 还给我炖了什么肉 做了什么 一个晚上做出来的好吃的汤 你没吃午饭吗 我给你把汤 拿去煲的汤 对她身边的朋友啊 她都是特别用心的特别 我想想想这餐餐啊 咱们吃一顿饭 没有 主要是排队的太多了 现在老跟她一起吃饭 你知道为什么吗 饭头就太胖了 不对 她老不给你换菜 她记住你还吃饭 就给你点一样 怎么点 刚才说培 因为我跟培哥 是十多年的好朋友 她平时呢 是早上吃班早餐 她就一直在她的工作室 一直到晚上 但我总是想 她一两点钟 肯定会饿了 我一般呢 又是那个点儿去 所以我会带上 我做这些事的 去找培培 但是一直说 做饭做饭 到底她会不会做呢 今天我们导演真的拍到了这段视频 不会是做馒头吧 我做馒头是去年的了 我现在就是已经升级版了 真的呀 改做包子了 是吗 来看一段视频 再说这段视频 我还想到 我都能得点 我还想到 这段视频 原本我们是把 而且他都能得到 而且他又不提 我还想到 你们 如果你还想到 在那里 说 他一个人 给他 再加一分钟颜色 但是颜色稍微重一点 还是轻一点 稍微重一点 再加一分钟 再加一分钟 小厨子的蛋糕 再加一分钟 完成了 董花草率 参丁 再开始 我跟你讲 你看男生 不是特想娶嫁一媳妇是吧 文能挣钱 无用炒菜 我们来做一个调查 特别想娶嫁媳妇的男生 请举手 都想娶 我想问一下 其实很多人的行为是受父母关系的影响 我爸爸是个嫌内住 我们家是我妈妈说话算数 怎么嫌 就是一切以我妈妈的喜怒哀乐为一个转折点 你爸压抑吗 我爸不压抑 他挺开心的 我们家四个女的就他一个男的 明白了 那你爸做饭呢 我爸做饭呢 他不做 继续去做 我觉得其实就像她说的 你爸爸这样的男人是挺幸福的 关键他要能够理解这个幸福 我爸爸觉得特别幸福 因为我妈妈自然说有时候说话 其实我妈妈是一个挺不温柔的一个女人 但是呢 我妈妈对我爸爸的那种爱 是那种 就是她可以说我爸爸 但如果是说我们去说我爸爸 我记得有一次就说完之后 我妈妈没有说话 后来我妈妈把我站在旁边说 她说 看看你不可以这么说你爸爸 我说你不是说他吗 她说我是他老婆我可以说他 你是他女儿你必须尊重他 其实我妈妈还是一个蛮有原则的人 她们两个是特别特别恩爱 而且就是一个快一个慢 她俩配得真好 我爸爸是巨慢 我妈妈是那种特别快的那一种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妈妈去看我 她是中午做12点59的那个249到武昌 到武昌是8点钟 她居然买了10点钟回猪洲的票 我去接她没有接到 完了我再赶回学校的话说 她一放下东西已经去到火车站了 我再抢到火车站 马上火车就要开了 我都没有见到我妈 你妈特别麻利 我妈特别麻利 就是说说话也快 坐舍也快 你爸呢 做的都是慢出来 经常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爸爸去门 还有半个小时就在住门 你们家真的是一首歌 蜗牛嫁给了黄鱼鸟 但是其实父亲的爱 其实会让我很感动 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学唱歌的时候 我说我姐夫听到说 你鬼来了 就唱 就这样呢 结果呢 我爸爸是在楼下修自行车 我在上面唱 《我爱你中国》 那个时候 当然我觉得唱的还不算太好 因为还是在 那时候刚学嘛 结果呢 我爸爸跟他们说 我女儿唱歌唱的特别好 听她唱歌我都能睡着跳 就这样子 就是真的 父母他特别会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 他现在为野儿感到骄傲吗 他说他每天骄傲的 睡不着觉 没有 我觉得还是 我爸还挺骄傲的 他经常有些去逛那个音像店 看我的盗版店 说这是假的 你说是真的 我爸说 我是他爸 最后还要 我爸爸就来写那个名 我觉得你一讲你爸比你爸 肯定还好笑 对 他讲的爸爸讲的很好玩 我忘了没有意思 我爸爸会 他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每次有我的节目 我爸爸都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的话 有时候家里来了一些亲朋好友 他就放开他们看 就有一天晚上 大概是 已经差不多两点钟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冬天的时候 那我经过客厅 我去上洗手间 我爸爸一个人坐在客厅 他还在看着去回放 其实他不是在显摆 他是想 他是他是真的很喜欢 或者是说 希望他看到我在电视上唱歌 嗯 天下很有心啊 真的是 儿女因为在北方嘛 他们在老家 通常我就觉得你看 其实 事业上已经很不错了 让我很震惊的 在生活中 绝对是懂得关心人做饭 这个男朋友的事情 什么时候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呢 嗯 你有没有设计过 哎呀我要找一个什么类型的 因为像妈妈是吉皮 找一个慢性人 对 我希望我的那一半 当然我觉得他的事业性是很重要的 无论他是任何任何职业 我觉得我只希望他在他这个职业中 他能做得很好 他有上进心 他很善良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 我希望男人是一个他敢担当 他有责任感 这是我选择对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今天还有粉丝准备礼物在哪儿呢 音乐完工余晨静小次做客超级榜奋 舞台上的她热情奔放 舞台上的她是一条宅男一组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 比较宅好 比如说在电梯里人家认出一组 啊余晨静 你会怎样 我就 你好 你怎么不上节目中那么高兴啊 你以为我二百五啊 他也曾经学习吉他到与佳人的反对 从开始抬吉他 然后开始主乐团 在外面表演 一开始我都不敢不敢让我父亲知道 你要不要学一个二 拉了两个礼拜 我爸就说 你还是弹吉他 我用非常的手段啊 曾被视为金铜玉米的余晨静和伊能静 他们的婚恋经历 极度成为娱乐圈少有的佳话 2002年分月 儿子小哈里的出生更成为他们二人爱情的见证 怎样见一段堪称童话的孩子家人爱情 最终抵不过岁月的讨厌 由于长期分割两地 巨少离多 最终以汉分手 婚变过后 于成庆投入更多精力在儿子身上 吃完饭呢 就开始做一些亲子活动 表天了 好亲亲子活动 表天了 就是讲讲法 打踢啦 然后在房间做一些体力活 运动运动啊 一切精彩 尽在超级宝贝为您独家呈现 为什么送这个有假的 希望汤菜好好休息 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永远可爱 我们导演说你和汤菜有一段渊源 能给我们讲一下 渊源还是渊源 渊源 汤菜是我的一个患者 我是三年医院普派科的医生 他画的没美的 你谁来说 我这个纠正一下 他绝对没有化日妆去见我 我第一次见他 根本没看出来 他就是汤菜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 当时是 应该说是 带一个小粉红色的小把虾 很憔悴 楚楚可怜 像个小红姑 当时其实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看了之后 我说急诊手术 他问我第一句话 明天可以演出吗 只要是你能忍得住就可以了 一般都不可能 因为当时是9月13号做的手术 我9月14号是要去到贵阳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的运动会 但是呢 其实当时小历史说 他说要不我们就把他推掉吧 我说我们已经说好的 我说如果能不推就不推 我 所以后来一天他只说 他说可以做手术 我就问他 我说那我明天可以出场 后来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 我还真没见过 后来给他做了手术 做了 当天就做了一个急诊手术 然后 第二天 他就去 是缝针的吗 对 开刀了 第二天他去了吗 演出去了吗 去了 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 我表情很惊讶 但是 很厉害啊你 你有什么祝福要做给他呢 希望他不要那么辛苦 希望保重身体永远健康快乐 谢谢 那结尾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那个让汤灿提出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登我们的官网网站 乐峰网的 超级网的专区回答 幸运的观众会得到我们送出的礼物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呀 汤灿 那我的问题是刚才我一出场的时候 你听说到我在演一部电视联系剧 我想知道 你们知道这个电视剧的名字是什么吗 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啊 就是那个里面的男主角是 柳云龙 女主角是汤灿 所以大家如果没看到开头 也可以上网查一下 最后呢 我们请汤灿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是 我会演唱一首一部电影 杨门几江的主题歌 好 谢谢 Sud渠到也看完蛋 ener有 便宜来一首好听的歌 我会演唱一首好听的歌 一定的歌就是练曲的歌的歌曲是